5月17日 家屬前往探視 發現個案已無生命 驚嚇 經採檢已今日確診 那新增的死亡個案 2683 為70多歲的女性 那以萬華工作 那5月16日 匡列為虛採檢的 接觸者 但因個案持續的失聯 衛生單位請警察 單位協詢 那5月18日警察單位 回復巡獲個案 但個案已於5月17日死亡 那平時獨居 又有心血管的疾病 5月15日 曾出 曾出現 虛弱無力 及倦怠的情況 但拒絕就醫 5月17日 家屬前往探視 發現個案已無生命 驚嚇 經採檢已今日確診 CT1025 個案家屬目前無症狀 列為居家 隔離 那至今我們累計的死亡個案是15例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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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類從週末term室 歸入 我相信